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柯文哲弊案开始一转眼就四个礼拜没有跟他连线 好我们来跟这位我们的老朋友来连线一下 哈喽哈喽 喂喂喂 你好你好 你能听到是吧 有非常的清楚 好的好的 你好很久不见 是的 因为这段时间比较忙 我从8月份开始我们就进入秋收 秋季开始收获粮食 收获各种农作物的阶段 所以说就比较忙 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身体不是特别好 起起伏伏的 主要还是工作忙了 就没有这个时间 因为什么行为都没看 然后晚上也都是在工作 就没有时间的连线 跟大家也是说上不好意思抱歉 你晚上也在工作 对我现在没有这个 现在没有白天黑天 没有这个工作日休息日 都是一直在工作 因为这个秋收的时间是这个 是有节点的 我们得一定要在这个节点上 完成一阶段一阶段的工作 所以这个林染我的意思是说 就大陆的公务人员 或是大陆的党员来讲 是没有所谓的上下班跟周休二 是没这个东西吗 我是说我自己现在的情况 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一个特殊的阶段 是属于跟这个时间赛跑吧 每年都会有秋收啊 对所以每年都这样 就是只要遇到秋收这种大的 这个关口就是 没有分什么上下班 没有什么周六周日这样子 就把事情干就完了 把事情做到好为止这样子 这个没有你们大陆没有牢基法吗 没有什么 那就不要说这个了 以大局为重吧 大局为重 好所以秋收的 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点 是看农历的 我们是这样 我们是这个 首先在八月份呢 这个八月初的时候呢 先是有气象 因为我们这个都已经是一个 长期性的工作了 这个所以说我 因为我是住村嘛 今年是属于这个 这个也是第二年 也是说逐步的这个适应这个工作 但是我们我们这个 包括这个村里的这个经济体 还有农体 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县政府啦 乡镇政府和我们这个村 村委啊 他们都已经很习惯了这个节奏了 就是到点了就要这么干 所以在这个八月初呢 是先是气象部门 气象部门他每天就会发那个通知 就是说那个接下来的天气怎么样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大家得做好什么 什么准备 嗯 然后然后下一步评估 就是说哪哪段 哪段时间适合干这个 哪段哪段时间适合干那个 我们秋收吧 虽然说就是收粮食啊 其实相当于各个部门都在动 就跟农村农业生产相关的单位都在动 你们那个单位秋收的主要的粮食是什么 嗯 嗯 我们这里啊 我只代表我这个住村的这个这个村 对 因为每个地方的特点都不一样 对 我们是主打是水道 你们在 所以这个叫东北大米吗 可以这样去读吗 对对对对 没有错 因为听 我们水阳大米是东北大米的那个那个名牌 听说听说东北大米很有名 嗯 对我们所以说为什么秋收啊 我们是一年一暑就是这个四五月份多下去的 然后现在正好就是收成的时候 我们下个月更忙去要收玉米 啊 这个月是收稻米 然后下个月是收玉米啊 收玉米 对我们这 我们今年玉米嘛 首先我们今年是属于说是省重点 这重点就是达到我们这个康平县 他这个玉米的一个每亩的产量要一定要确保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今年还有一个 就是呃我们这叫地瓜 我不知道岛那台湾叫什么 地瓜 应该叫红薯 哦对 你们那边叫红薯吧 你们那边应该叫红薯 我们这叫地瓜 哦哦哦哦 我们这边也叫地瓜 一样啊 对对对对 那我们这边就是主动的 地瓜 地瓜 地瓜跟红薯红薯是同一个东西啊 啊红薯我不知道是什么 是吗 我看四川他们都叫红薯啊 有什么不一样啊 那每个地方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 还有叫番薯的 那个 林警长我请教一下就是说以这个东北 或说在你这个这个应该叫辽宁嘛 沈阳这边 你们在大陆的这个粮区的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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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首先要看每亩的產量是多少 它有幾個區域 比如說我們這邊是屬於黑龍江 他們也有黑土地 他們也是種大豆 種水稻 然後我們這邊是種小麥 種玉米 種水稻 我們以這些為主 我們也是產量大區 對 因為我們這邊也是平原嘛 也是產量大區 然後他們長三角是長三角平原 衝擊平原嗎 他們也是 這樣問應該比較沒有什麼國家機密的問題 就是說大陸的這些 我都還沒問 你這沒有 我問題都還沒問 你這沒有 你不要怕好不好 你頂多被勞改而已 不要怕 現在大陸還有勞改嗎 沒有 早就取消了 早就取消了 我還活在過去 我還沒問 你就沒有 你不要緊張啦 我是說以大陸的狀況而言 你們的糧食有自給自足嗎 呃 80%能有吧 啥意思啊 80% 呃 80%能做到自給自足 這個數是公開的 那20%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不夠啊 20%靠進口 但是我們現在呢 也是說這個 呃 還是以我這個住村為例吧 我這個住村呢 是屬於說是那個 比較典型的屬於產學研 這個一個結合 一個農村合作社 我們把這個土地全都通過土地流轉 然後這個合作社 然後合作社再簽 然後再包給這個農喜 然後農喜呢跟高效合作 跟高效合作 我們都在這個培育新榮 然後在 你跑題的啊 我是說 你們有沒有自給自足 你說80% 那另外百分之 80%啊 其他靠進口 靠進 那不是你的進口是說 呃 譬如說小麥啦玉米 或是你講的水稻什麼的 你們大陸這麼大 地大物博 你們產的這個這個糧食 自己人還不夠吃這樣子啊 呃 所以說還是要持續提高產量嗎 不可能做到這個 因為我們因為中國是這個土地的 你看它這個地圖啊 它這個形態是什麼 我們是屬於典型的耕地少的國家 你們大陸還叫耕地少 那別人怎麼辦 對 你跟美國去比它 肯定是耕地少 我們 你看它這個 從這個這個這個 你要不要跟其他 跟其他小國比一下 你是說人口跟耕地的比例就對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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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均耕地少 林產我會這樣問的意思是說 我們台灣這邊的這個 就講稻米好了 我們每年台灣的公糧 我們這邊叫公糧 就根本吃不完啊 你知道我意思啊 就是我們我們的台灣的稻米 是政府買太多 然後就是因為你農民生產的 一定得收購嘛 然後就堆在那裡 就因為現在台灣人的這個 飲食習慣也大不如前嘛 所以這個吃米的越來越少 吃麵包啦吃麵條的人多了 這個吃米的每年都在減少 然後每年的公糧 就是一直囤在那裡這樣子 你們大度是糧食不夠啊 我們台灣是米吃不完啊 那你們是什麼呢 你們是屬於說一直在進口國外的麵粉 還是說你們吃本地小麥啊 我們這裡沒有什麼小麥啊 我們這個經緯度小麥也不多 你們應該 你們那邊應該是適合種東小麥吧 然後那個氣候 所以不太不太清楚 就是說那個就是不吃本地糧食 是進口進口麵粉 你後面講那個核哲社那個 我聽不太懂 就是說譬如說我是大陸的 這個我應該這樣問 就是說大陸農民的這個 他的農產品是他自己要負責銷售嗎 還是你們政府會幫忙 我們是這樣 我們是這樣啊 這個他每個地方都不一樣 你像我們這邊呢 就是說我們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這個 就我住村的地方吧 是比較特別 我們是屬於全國第一篇試點 就是成立這個農村經濟合作組 農村這個農村集體這個經濟組織 然後那個 這邊呢 土地 就是農村的土地 是屬於這個分田到戶的 土地改革的時候就分田到戶 明白意思嗎 就是說 圖集體所有的 聽不懂 你講中文好嗎 就是土地吧 是歸村一體所有 然後分田到戶就每個戶他都有土地 所以你的意思說 你現在站的那個點是 你們大陸農業的一個示範區就對了 對 是的 那你講示範區就不是全國皆準 我的意思是說 我想問的是說 譬如我是大陸的農民 我負責耕種我自己有地 一亩三分地我把它顧好 那我種出來的不管說是小麥也好啦 或者水果也好 我要自己想辦法賣嗎 還是你們政府會來幫忙收的 你要是種糧的話他有那個 你要是種糧的話他就有人上門收了 那就是說因為現在的價格都是透明的 是政府來收還是菜飯子來收 都有都有他有這個 首先像那個中儲糧他就會來收 然後這個你要是說 這是國營的嗎 中儲糧是國營的 對就是說咱就是行 你願意算企業算企業算這個政府 算政府都可以 然後還有這個企業他也會來收 好那我賣給誰划算呢 那你就看價格吧 因為價格現在都是透明的 價格現在就很透明了已經 好那我問一個比較幼稚的問題說 大陸的年輕人務農的比例高不高 嗯務農吧 要是我不敢替其他地方代言啊 我們這邊呢就是這個 因為他去一年一首嘛 這些年輕人都是什麼呢 就是一年一首是一年收收獲一次就對了 對就一年收獲一次 因為我們的氣候就這樣 好那然後呢這有什麼有什麼影響 春天春天這個那個耕地 就是那個整地 然後播種的時候 會那個就是在外面打工 然後回來那你幫個忙 用地然後那個就是播種啊什麼的 然後這個 通通了 有的就有的在那個城裡上班 請假回來幫忙 就是說做完之後回上班這樣 所以他不是專職的務農就對了 有的他所以說他有的吧 他如果不願意種地 但是他嫌的溜荒他也覺得可惜 林染我要先我要先進廣告 待會兒回來再找你好不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謝謝林染 我們已經連續四個禮拜沒有跟這個大陸的網友 林染連線 來來來事不宜遲 因為他今天還有別的工作 晚上還要加班 所以我們只能跟他連線到六點四十分 來來來事不宜遲 哈囉哈囉你好 你好輝文哥 剛才說我有些專業名詞 不是很理解是吧 你講的太 就是我這個沒有 對你們大陸沒有概念的人 這樣子聽是聽不懂的啦 所以沒有林染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有限 只能連線到四十分 所以有兩個比較巴勒的題目 我先插播一下 然後呢我要先跟你講說 下個禮拜 就是反正你待會兒就要去忙了 下個禮拜你排除萬難 在我們再找時間再連線 那個你剛說最近這幾個禮拜 你比較這個秋收比較忙 然後沒有看我們台灣的新聞 可是柯文哲的這個鬧這麼大 你多少有耳聞吧 沒看懂 沒看懂沒關係換你問我來答 哈哈哈哈 你哪裡沒看懂 我都不知道柯文哲怎麼啦 不他就被關起來了 就這麼簡單 就在你忙的時候他就被關起來了 表示哀悼好了 你哀悼什麼看你什麼事 表示遺憾 你跟他是同一伙的 那再換我們的賴清德他說阿滋桑那張和平協議給他他說絕對不簽和平協議 這你怎麼看呢 那就要那就幹嘛 那就那就不放棄 那就我們這邊的話就是絕不放棄武力嘛 那還能說啥 你不和平那就是非和平嘛 那這不就是這樣嗎 不和平不就等於 非和平嗎 你們跟 當年跟西藏有一個和平協議嘛對不對 可是你們跟香港澳門跟新疆都沒有簽啊 那你們那邊那什麼 我們跟西藏那是和平協議嗎 我都忘了 那叫二三十條還是二十什麼條啊 跟那個啊 不然那個叫什麼 那個 那 那是跟誰 跟跟跟 林長我應該倒過來問 以現在賴清德的立場 你們會跟他簽和平協議嗎 會跟他簽和平協議嗎 這個這個問題啊 你覺得他的和平協議 我們能相信嗎 是我們比較懷疑你嗎 你們懷疑我 我覺得我跟你們懷疑我 我還懷疑 我還懷疑那個 台灣當魚呢 我真是 不是你的懷疑是什麼呢 難道我們還跑得掉嗎 這就把台灣當作一艘航空母線把他開走嗎 開不走啊 是啊 那你的懷疑是什麼 那我們也開不走不是嗎 一直在那 我們還是大陸呢 是啊 更動不了 所以你剛講的懷疑是指哪方面 如果賴清德的這個 因為他現在根本不想跟你們談啊 是吧 那就不談嘛 那說啥呀 那就不談 長得像誰想談似的 所以你們也 你問問大陸的民眾 你問問大陸的老百姓 誰想談 也不急 然後就反正 不是不急呀 沒有用 今天這樣明天那樣 他自己 我就想說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這條命 他自己說的算嗎 我就說的難聽一點 你剛才講的 你剛才講的 他的自己 他當然 他的就是說我指的是什麼啊 我可能說的比較抽象 就是他他的命運 他背後的這個整個島的命運 他自己做得了主嗎 你敢說你不受國際社會 那個就是說你背後的美西方的干擾啊 我這個官面我用數個恩賜了 就民進黨而言 美國是爸爸 日本是大哥哥啊 這不怕 是啊 是啊 好吧 那就這個 他肯定得看臉色的呀 反正和平協議 反正你們也不急 可是那個柯文哲 那個我要講兩句就是說 至少柯文哲在我們這邊 他遇到的是這個 公平公開的審判啊 所以他被目前是被收押禁見的 他出了什麼事我都不知道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想問你的是說 那你們之前的外交部長 你們之前的國防部長也都換人了 那怎麼沒有類似像柯文哲這樣的 公平公開的審判 不是 他是我們官員 柯文哲是什麼 柯文哲以前是官員啊 以前是官員 以前是台北市長 我只能說是這個 那你現在不是平民嗎 他現在是平民的 對 對啊 你平民的話他有的 他平民不平民 或者是這個官員如何 他我們這個案件啊 他也不是說就是你 你這個 每個人就不管是從大到小 他的案件 你也得就是公開與否 你也得根據情況是否公開 你像這種大員要員 他能公開嗎 你要公開我都反對 你審判我更反對 你的意思是說 像外交部長 國防部長這種機敏的位置 當然 就不適合公開這樣 尤其是我們現在所處的 這個輿論環境 你背不住就被有些 人就說像什麼什麼六四啦 就貼點歪七扭八的文章來承諾 我的觀點就是 你有的時候話說太多 你倒不如不公開不說 讓他們猜去吧 好好好 好好好 不要 就是說這個紀念監察體制 要不然的話 如果要 那他就是一直在上面好了吧 你何必給他轉下來呢 對不對 就是說你只要有查 他的這個 你不要說是知道他 不查 放那兒 這是問題 你都知道他這個 這個咱就說這個賴皮療 你都不處理 可是你說你公開 你們這麼短的時間 換了兩個國防部長 換了一個外交部長 這個也不尋常啊 照你們 換誰了 外交部長 你們外交部長換的呢 你不知道嗎 我說秦剛下來之後就換 不是啦 現在是王毅 王毅又回鍋了 好了沒關係啦 是啊 那個是誰啊 秦剛啊 對秦剛 秦剛他不管怎麼樣 他那個什麼那個情況公佈了嗎 我都沒關注新聞 他那個也是那什麼的 好啦你繼續忙秋收 來來你剛剛講秋收 我還沒關注 還沒還沒問完 呃林長問你 你們大陸的農地是可以 可以自由買賣的嗎 不可以 農地是不能 不可以買賣 連買賣都不行啊 集體所有制 沒告訴你集體所有制嘛 屬於村集體所有 那那我是一般人 我可以去務農嗎 這地又不是我的 那我怎麼務農呢 你承包可以啊 先農戶去承包 我去租就對了 去租地來耕種這樣子 不要說租就承包 承包 所以大陸的農地是一定要農用就對了 怎麼說呢 你這個農地 但是說耕地啊 農地 我們首先呢 就是我們有這個 我們有那個相關法律法規的 呃 然後這個首先是你這個就是 石麥 呃這個這個 你的這個基本 就是永久 永久農田這個不能動 這個是是你這個 我換個方法問就是說 你們大陸 譬如說你們你們東北 你們瀋陽的土地分區 是可以變的嗎 呃什麼什麼意思 譬如說像我們台灣最近在炒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國土計畫法 然後很多人反彈的就是說 譬如說我在中南部 我有農地嗎 那你現在 你縣市政府 你說欸 陳惠文你這塊地是農地 然後當地的民眾就反彈了 因為我被化為農地之後 我就是 不能買賣了 我這塊就是農地了 嗯嗯嗯 然後被化為農地的人 就很不高興說 你為什麼說我是農地 我要我要想辦法變更為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豪宅啦 或是蓋工廠啊什麼的 我不想誤農啊 台灣這邊的狀況是這樣子啊 就是非農地的 然後這個 被化為農地的很不高興啊 呃就是 那你這個 你首先得 我要是說啊 就是說我們這邊的職能部門 你首先這個農業 就是農業部門 你得跟對方說 你為什麼被化為農地 然後你也給他足額的 就是說足額 甚至足額以上的賠償 不然那照你前面講的 你們的農地是公有的 那就沒有農地變更的問題 是國家的地 對 我們這個 我們就是叫做集體所有制 就是集體所有制 這個是農地的部分 但是你們還是會有民間企業啊 那就不是集體所有了 民間企業什麼意思 譬如說像那個什麼 什麼微信啊 或者什麼什麼阿里巴巴 那個不是民間企業嗎 不是 不是 我們這邊吧 就是說土地啊 這個土地和這個 就是說城鎮土地和農村的土地 城鎮土地屬於說是這個 這個國有 對不對 然後這個農村的 就是說農村土地 是屬於集體所有 不順利 這個 這個對於黨 對 就比較 就比較是那個 就是說相當於村集體 我們叫村集體 每個村是一個集體 然後有集體所有 然後這個把這個你的這個土地啊 比如說你們這裡有三十戶 給這個陳一一戶 陳二一戶 這個陳一多少土地 陳二多少土地 陳三多少土地 給他們就是說 就要分田到戶 然後呢 承包就是三十年 三十年 這個 然後承包的話就是三十年 一承包 三十年一承包 對 如果要繼續承包的話呢 就繼續簽約承包 我去申請 我去申請 承包一次要三十年啊 呃 不是 就是說分田到戶的 村集體 承包給給農民 那是三十年 如果你這個農民 我不想種了 我想去那個 城鎮務工 對不對 我想打工去 這個土地不能 我就可以留管 留轉給 比如說 給給您 你想到我們這邊來種地 對吧 你這個 就留上去 那什麼呗 你就種呗 那個上面的這個就是 你送出來的那個 那個農作物啊 這個產品都是您的 但是土地還歸村體啊 嗯 你用意思嗎 簽一次是三十年 但是中間可以反悔就對了 呃 不是 就是說這個什麼意思呢 這是 這是屬於為了安 就是說安民心的 因為 因為我們這邊的特點是什麼呢 農民是最怕 最怕失去土地的 要不他們沒有吃飯的工具 所以說 可是土地也不是他的啊 土地不是他的 但是 土地的東西是他的呀 其實就相當於土地是他的了 只是他不能買賣 不能買賣 不能移轉 但是這個地是他的 跟種出來的東西 都是他的就對了 三十年三十年 然後接下來再三十年 接下來再三十年 你跟是不是他的 有什麼區別 好好好 因為我們台灣這邊的狀況 就是說 就是一些官商勾結 就是一直做土地變更啊 然後就是把農地 在農地上面 我不是傳那個照片給你看嗎 在農地上面蓋超商啊 在農地上面蓋豪宅啊 蓋工廠什麼的 台灣的農 我們這邊吧 我們這邊有一部法律 叫做糧食安全保障法 什麼意思 把這些你說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全都 全都 啊 就是說肯定是 就是你就不想啊 你這個動土地 那是大地 絕對的 沒有人敢敢 敢這種事的 那那尤其是這個 咱就說一個 一個衛片 就衛星照片 一個高空照片 把土地變成了這個建築物 我跟你說 你轉過來的收益都不夠 都不夠罰 都不夠罰 何口來了 你改天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要來台灣看看 就是你講就是說 台灣的農地啊 被濫用被盜用 然後多的是這些達官顯貴 他們蓋的亂七八糟 然後在台灣 你去舉報這些東西是沒用的 沒有人敢舉報 舉報也沒用啊 蓋的亂七八糟 因為土地是大計 尤其是耕地 不管是就是即便是這個糧食 那你們地方的官員要怎麼賺錢呢 我們台灣的這些 我們台灣的這些黑官 這些垃圾 就是靠這些土地變根啊 然後把農地變成 農地吧 這樣才能撈錢啊 你們大陸管這麼遠怎麼撈錢呢 你首先吧 這個這個這個 怎麼說呢 你要是你要是在上面大面積的蓋別樹 或者是給它變墓地的話 尤其你現在抓 這個這個這個 在土地 尤其農村土地方面 我們這邊抓是非常嚴的 那我可能別人不知道 我們這邊是經常這個通報 這個衛星什麼圖像啦 這個這個 包括這個高空空拍拍啊 有沒有這麼長啊你有沒有土地變 變那個建築物或者是建廠的情況 那你這麼長 你們那個制度來台灣看 你們會昏倒 那我再問你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譬如說我租了這塊第30年 那譬如說我們前陣子講的這個颱風 或是什麼 氣候這個強降雨什麼的 那我的收穫這個譬如說泡水了 那政府補助我嗎 有補貼 這這麼個補貼法 譬如說遇到天災的 這都是那個什麼啦 這都是常態的 你包括那個就是說 災害了 然後對於你這個美母的受損的 這個情況 有多多補貼 這個補貼 那個就是 那就是比較細的 就補貼這個補貼那個的 都有專門的那些項目 這都有法律保護 那譬如說我在 我在你們那邊種玉米 然後今年大豐收 然後玉米降價了 那我的保障在哪裡 你們還是會 保價收購嗎 還是說 會的就是說我 最低有那個有售價的 這個都會公布的 就是你們對農民的這個 譬如說天災 或是各種古建商農什麼的 你們有制度性的去保障 農民的收入 對有有 我們房就是這個 就是古建商農這個 因為我們這邊 就是說 特別種種酸農 就怕這個影響這個 這個重量的積極性 你不管是不是這個天災和那個 就是說即便沒有天災 正常豐收 嗯 你像大豆啦 玉米還有這個水稻小麥啊 它每亩地都有 所以我剛才會問你說 你們大陸的 年輕人的這個務農的狀況 在我們台灣這邊 年輕人在農村的都跑光了啊 像台灣的鄉下農村什麼都是老人啊 我們這邊吧 就是說 目前是有一些年輕人喜歡 就是搞一些那個新型農業轉型 比如說這個也是跟那個 就成立 就創業嘛 成立農體 然後跟那個合作社 然後簽合同 然後種一些這個精品的 精品的這個這個農業 然後這個網上的銷售 那個什麼嘛 就是網絡那個那個 對 你知道什麼來的 就是網絡銷售嘛 電商 網路的那個 網購 對 對 是這樣 就是有做這個的 你像做什麼比較多呢 比如說朝陽的蜂蜜 養蜂的 嗯 這個還 然後這個還乾淨 就是說做這個的 呃 就是我遇到過的 嗯 還有呢 是做這個這個這個 屬於說是 呃 畜牧和和種植交叉的那種 嗯 造田 造田企業的 都有 嗯 基本上都是跟那個企業合作嘛 這樣因為他們有技術 能獲得到技術 嗯 嗯 然後你們再用網路銷售的方式去 打開通路這樣子 對網路是別的 因為我們這邊也會辦一些這個 產銷會 經常這個秋收的時候會辦產銷會 嗯 欸你剛講說你們有20%的那個缺口 是需要進口的 那你們跟我們買就好啦 我們這邊的米又吃不完 那你們 你們都不允許我們這個出口 我喝口來要買你們的呀 再說這個東西 就是說購買糧食 它其實是一個一個 一個 也算是一個籌碼吧 就是說你看跟那個美國買大豆 跟巴西買這個大豆 還有這個買那個農作物 嗯 這都這也是一種交易 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說 嗯 嗯 我們現在這邊吧 也很重視這個育種 尤其像現在那個空 天空空間站這個育種 就是彩空育種嘛 這個也是就是 我們就是說 根據這個省農科院 還有這個農大 都都在想辦法增加產量 我們呢 還是盡量就是說 做到把這個飯碗 端在手裡頭的 尤其我們這邊的老百姓 就是說 還是很重視這個吃飽肚子 把飯碗端在手裡面 要不然那個圓龍平院 是我不會就是說 非常非常尊敬的 就是因為他養活了這個 中國老百姓嘛 所以非常感激的 這也是中國老百姓 對於這個糧食啊 很重視的一個 一個一塊 好 所以說這個產量這邊 林染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再見 我們我們下禮拜 找時間再連線 好不好 謝謝你 謝謝 拜拜 拜拜 那剛剛跟這個 我們大陸的網友林染啊 這個已經四個禮拜 沒有跟他這個電話連線了 其實他講一些 大陸農業第一線的 那個狀況的部分 其實有些地方 我還是聽不太懂 就是可能這個電話連線的關係 一些專有名詞啊 或是大陸他們那邊的這個用語 不是很理解啊 那這一點也要請大家 多多諒解 我們看下禮拜 我們再找時間啊 再來跟他問仔細啊 或者其他大陸的一些狀況 那當然我們這個連線的單元 我個人非常的珍惜 有這樣的機會 有這樣子的這個管道啊 聽聽大陸朋友的想法 那我們已經跟他連了好幾次 從六月開始 斷斷續續的連線 那中間上個月就是因為這個 柯文哲的弊案啊 連續四個禮拜 我們都在以柯文哲的弊案為主 那加上他自己那邊也忙 秋收拉等等的一些情形 所以就一直這個耽擱的下來 那沒關係 這個當然還是要以林染那邊的 時間跟狀況為主 如果他時間方便的話 我當然是 理論上是希望每個禮拜 都有一天的時間 能夠跟他做這個電話的連線 好不好 這邊特別跟聽眾朋友報告 也非常的 再次的感謝林染 這個 在百忙之中 其實他今天 晚上還有別的這個工作 然後這個 在我的情商之下 特別撥時間來跟我們做連線 非常的感謝 好 那我們看這個 檢調最新的動作 針對這個超私的雞蛋案 今天 台北地院署繽紛多路啊 這個指揮調查局啊 持台北地院的搜索票啊 到農業部啊 還有超私公司等等地點啊 進行大規模的搜索跟約談的動作 那對於這個 已經檢舉超過一年的時間啊 那 檢調現在這個敲鑼打鼓的 這樣的搜索的偵辦啊 我表達深深的遺憾 那當然啦 有一些這個支持民進黨的叉叉 他們覺得說 欸 這個不是說一直要辦嗎 現在辦了又被你罵 這個 各位聽到沒有 最關鍵的是什麼 它是去年的事情啊 它不是今年的事 那是去年的事情啊 怪怪 那你為什麼今年才辦呢 你有什麼理由跟借口告訴我說 你台北地研署這個日理萬機啊 這個沒有人手 好 然後這個案子呢 非常的複雜 這個卷裝非常的多 好 要查證的啦 要事先的這個什麼的 太多了 我整個犯罪偵查 隔了一年我才發動 那為什麼呢 我完全看不懂 這個案子為什麼要拖一年啊 那一年之後在偵辦 對案情會不會有影響呢 你覺得呢 如果今天你是這個 當時進口雞蛋的廠商之一 有一年的時間讓你去勾竄 讓你去滅政 那我不曉得這浪費一年的這個時間 所以你要看這個檢調的辦案 不是說他在辦案你就鼓掌 那你就變成是一個鼓掌部隊嘛 你就是一個人云亦云的人嘛 看到我現在辦超師你也罵 辦柯文哲你也罵 辦鄭文燦你也罵 那都是舊的案子啊 你應該是先告訴我說 去年為什麼不查呢 為什麼 去年是選舉之前啊 去年的總統是蔡英文啊 那如果辦了蔡英文 辦蔡英文這還得了啊 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這怪怪不得了這不行啊 先等到選後之後再來辦啊 那整個超師雞蛋的這個整個 整個過程 農業部處理什麼呢 就一再的說謊啊 最經典的就是我跟高嘉瑜同台 他跟我說全世界都在缺蛋啊 所以我們去跟國外買蛋啊 這種話他也講得出來 台大法律系的啊 高嘉瑜這種水平 你再聽一遍喔 全世界都在缺蛋 所以我們去跟國外買蛋 他也能侃侃而談啊 你有聽懂嗎 你如果聽不懂我也沒辦法 如果你聽不懂 那你的成都跟高嘉瑜差不多啊 全世界都在缺蛋 所以我們去跟國外買蛋 大陸就不缺蛋啊 大陸不在我們隔壁嗎 你說全世界都在缺蛋 那其他國家怎麼有蛋可以賣給你呢 蛤 你不是瞎掰全世界都在缺蛋 那你去哪裡買蛋呢 那我請問大家為什麼去年前年蛋跪成這樣子 為什麼呢 哈 那些民進黨的附水組織覺得蔡英文執政好棒 換蔡英文跟賴慶德那一張給我 所以覺得民進黨執政好棒啊 你兩棋架起到 噠噠噠噠噠噠 你是在做什麼總統 你連兩棋架沒辦法處理 你是覺得自己很老的 這樣 你連雞蛋都處理不好啊 兩棋架起到這樣 有錢又買不到兩棋這樣 那我請問大家 那執政的不是民進黨嗎 執政的不是蔡英文 立法院不是民進黨過半嗎 我在講去年的時候 沒有雞蛋的時候 那不是民進黨在負這個國家 那個時候國民黨跟民眾黨也不成氣候啊 那為什麼會沒有蛋呢 那為什麼是這幾家去買蛋呢 那你去年為什麼不查呢 你在四隔一年跟我說 哎呀我我兵分幾度 我拿著搜索我不要去查 那你去年為什麼不辦呢 你去年辦的不是就結束了嗎 原因是什麼 2017年鄭文燦五百萬 你當年為什麼不辦呢 誰在庇護鄭文燦 2017年鄭文燦五百萬 你當初不辦了 2021柯文哲圖立金華城 你2021為什麼不辦 有人跟我說 哎呀 這個是政治追殺啦 某個程度我也同意啊 你去辦七年前的案子 你去辦三年前四年前的案子 你去辦去年的案子 你當然可以說它是政治追殺啊 可是各位聽眾朋友各位網友 政治追殺的相對的名詞是什麼 在沒有政治追殺之前是什麼 那就是政治庇護啦 那就是政治庇護啦 有人在cover你嘛 所以你拿了五百萬也沒有人怎麼樣啊 有人在護航嘛 所以你徒弟金華城 2021年他就不辦啊 2021年他就不辦啊 那你監聽票哪裡來的呢 那你現在跟我講說 我們去辦去年這個超私的案子 那不都是蔡英文 鄭文燦柯文哲跟超私的案子 民進黨的立委 他直接告訴你他的助理是他的人頭啊 他都挑明了說那個助理是我的人頭 26天賺了三千萬 股票一買一賣26天賺三千萬啊 他獲得不起訴的處分 民進黨的立委獲得不起訴的處分啊 為什麼 那我們大家坐在這邊是笨蛋嗎 他人家 一支股票26天可以這樣子賺三千萬 我們坐這裡什麼 空的啊 沒事欸 台北第一件事 他直接連起訴他直接就不起訴啊 為什麼 因為他是民進黨的立委啊 他的叔叔叫蘇嘉全啊 這不可以辦啊 這辦就開火啊 你也好了 那如果是國民黨的立委呢 如果是黃國昌呢 如果是張其凱呢 派他的助理去買賣股票26天賺三千萬 他幹四年立委也沒三千萬啊 沒事啊 你覺得這個司法公平嗎 你現在跟我講說 我們要來辦超市的案子 你算了吧 台北地權署跟調查局 你們應該接受調查啊 那你們這一年在忙什麼呢 不就是叫你查個雞蛋嗎 有很難嗎 這個我跟你講 以調查局他們之前辦這些重大公共工程弊案來講話 這種案子是幼稚園層級的案子啊 沒什麼學問 我們小學就說賣到賣而已 就我要不要辦你啊 我要辦你我就辦你我不辦你 我就放在那裡放一年啊 這沒有什麼技術性可言啊 要不要辦而已啊 那現在為什麼今天開始 拿著搜索票大規模的搜索 為什麼 因為上面說要辦啊 你這個時候就要問說 那為什麼去年不辦 當你開始會去思考說 為什麼去年不辦的時候 你就比其他那些隨波逐流的網友 你就進步很多啦 所以我要問大家 今年的總統立委選舉公平嗎 當然不公平啊 蔡英文你你指手遮天 我們是民主法制的國家嗎 顯然不是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司法檢調是為政治服務的啊 民進黨案子不要辦 民進黨的立委的助理 二十六天賺三千萬啊 不起訴啊 不起訴啊 那我們可不可以每個人都比照那個民進黨的立委 我也派我的助理 阿智就麻煩你好了 你你你我們二一天做五我也不會虧待你 你就當我的助理你去去買賣股票二十六天賺三千萬 交割之後 扣掉證交稅 我跟阿智二一天做五啊 一個人分一千多萬啊 立刻請假出國去玩啊 你現在跟我講說司法檢調去辦這個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超司啊 什麼搜索農業部什麼的 我就跟你講一句 那就隨便了 好 所以也難怪有些人會覺得 柯文哲的案子是政治追殺嘛 2021的進化城 2024才在辦啊 那問題是柯文哲有沒有突立進化城呢 台北市有哪一個不是都根不是為老的案子 可以拿到二十趴的榮獎 你叫黃珊珊舉例出來 不是都根也不是為老喔 然後可以拿到二十趴的榮獎喔 榮基獎勵啊 你叫他講一下 大家乒乓一下 講不出來 就只有進化城有啊 然後呢 在柯文哲的第一個任期 柯文哲的副市長 柯文哲的都發局長 柯文哲的法務局 一再的跟他講說 這個東西絕對不能讓他過 會有突立的問題 這麼多人都勸他啦 柯文哲當時還把這個痛罵一頓啊 那不好笑嗎 那現在你跟我講說 唉 還有人在幫柯文哲講說什麼不是突立什麼的 這我看了我也是嘻嘻哈哈 沒有關係的 各位聽眾朋友 無所謂啦 歡喜就好了 將來我們就等這個 這個雞蛋沒什麼好看的啦 那雞蛋的就 辦一些有的沒有的 我們看柯文哲當年講什麼 來 也就是說 容積移轉 從頭到尾都是騙局 他只是讓建商或是財團有機可乘而已 他沒有解決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問題 台下鼓掌喔 台下聽他演講的人鼓掌 容積移轉 從頭到尾都是騙局啊 柯文哲你現在被收納進劍 我只能告訴你 你一點都不冤枉啊 你是活該啊 這2017你自己講的 再見 就愛點你UFO